嗨 大家好 我是Vick 我們開始吧 大家都知道我的KRV現在正在整理中 因為我們要進行環島 很有可能是環一整圈 或者是環半島 反正看到時候狀況是怎樣 只是在環島之前 我習慣就是把車子整理一下 然後看看有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把它更換一下 那今天很感謝HTM滑胎重機 他的協助幫忙 讓我的車子可以在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也感謝他們幫我叫了一些輪胎 也叫了一些料 然後讓我這一趟旅程 是可以很安心的騎乘 當然這邊也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會跟滑胎重機出去小跑一下 我的習慣就是在準備環島之前 會先去把車子整理 整理好後會稍微去小跑一下 跑完後看還有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再開始環島 這是我的習慣 因為畢竟還是安全第一 這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是先來整理床洞 只是今天要說整理床洞的話 那也不算是完全是整理 今天算是和大家來分享一個改裝牌的船洞 那這個改裝品牌的船洞 我已經觀望很久了 至少有兩年以上了 研究他們的東西也研究一陣子了 所以我覺得不錯 很好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品牌就是HKMOTO的船洞 剛好他們最近有出KRV的船洞 我之所以會看上HKMOTO的船洞 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是 它的旁邊角度是跟原廠是一樣的 原廠的旁邊角度 普利盤是13.8-14度 工業盤的話也是14度 旁邊角度如果是跟原廠一樣的話 那其實你對皮帶的損傷 是會降低很多的 那第二點我看上它的是它的大彈簧 它的大彈簧其實你按壓起來 不會很硬 它是帶Q的 不會很死硬的那一種 房間其實蠻多大彈簧都是死硬的 但是它的不是 那這邊也要跟各位講 它一開始配置的公斤數是46公斤 不過你可以根據你個人的騎乘方式 下去挑選 它有40公斤 然後也有56公斤 那這部分的話你可以根據它們的經銷商 下去跟它討論 調整出適合你自己的騎乘方式來挑選這一個大彈簧 我看上它們的傳動第三點是 我們以前在玩改裝傳動 壓板有下很大的功夫 我們房間看到的壓板 基本上都是直線 一個直線的角度 那HKMOTO的話不是 它在這裡 有做一個曲面 這個曲面的角度 是有特別的 所以壓板它在這邊有下功夫 第四點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珠子數量就跟一般不一樣了 一般都是6顆嘛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9顆 那出展配置的話 它都是以8.5克為主 不過這邊也要跟各位講 你可以去調整 它也有9克 也有8克 它可以混珠搭配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騎乘方式 下去混珠 我們剛剛前面所講到的 大彈簧跟珠子 你都可以按照你個人喜歡的騎乘方式 下去搭配 這部分再次強調 好好的去跟金蝦討論 他們都會幫你配置好的 再來第五點 我看上他們的是 有些市面上的改裝普利盤 在尾部的部分 都沒有去做到擋珠邊 擋珠邊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原廠就有擋珠邊了 原廠會有擋珠邊的目的 就是讓珠子不要跑到最高點 珠子不要跑到最高點 有一個好處是 第一個 不會發生蹦盤 所謂的蹦盤就是 普利盤 跟楓葉盤 兩個蹦在一起 而且是蹦過頭 那一旦蹦過頭的話 各位 你使用久了 這裡 它是會凹下去的 只要你的普利盤 是有顧到擋珠邊 控制的好 不會發生蹦盤 在不會發生蹦盤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跑上滿盤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看到 HKMOTO 當我把普利盤往前推 皮帶是往上跑的時候 它幾乎已經是跑滿盤 你可以看到它的珠子 剛好就是落在擋珠邊那邊 而且也不會太出來 如果跑滿盤 跑過頭的話 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打滑 那你可以去想 一邊打滑 一邊空轉 一邊打滑 一邊空轉 那個皮帶的壽命 是會減少的 所以HKMOTO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都是有考量的 那還有另外一點 我看上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HKMOTO 它在普利盤這邊有做油封 大家都知道 三葉的車子也有油封 那很多一些改裝人士 都會把這個油封挖掉 其實這個油封是有目的的 在普利盤這邊在跑的時候 它會損耗 那損耗過程中 有這個油封 我們是可以避免這個皮帶的粉塵 跑進去套筒裡面 造成套筒不順暢 第二點 其實這裡面都是有油的 所以如果你有油封的話 也可以避免油跑出來 造成皮帶打滑 有時候要去想 這個油封你們會認為 好像會造成是一個 變數不順暢的問題 如果你是有這樣子想法的話 那我反而想要問 開壁盤那邊不是有油封嗎 那是不是也會造成不順暢 其實這個東西 不要過度去把它想成 好像有這個油封 就是不順暢 然後就把它挖掉 你為什麼不要去想說 這個廠商它敢用油封 代表這個油封的耐熱 它是不是有考量 換一個角度思考 這才是重點 然後再來它也有附一個套筒 然後這個套筒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內部其實它有稍微 有車一個內凹 避免就是去卡驅軸 各位要注意 這個套筒出產的時候 它是有油 記得安裝的時候 是要從這裡這樣裝 然後透過去 那油才不會在這邊 油全部都會在這個裡面 他們家的產品 其實我觀察很久了 HKMOTO原廠也有建議我 就是上他們家的建議 皮帶要換一條新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有些KRV車友 他們可能用過其他的前普利盤 那你皮帶的角度 都已經是被磨耗 你在鑽它們的話 你的皮帶寬度一定會變薄 那就會影響到整個所有的船洞特性 那他們也有提到 裝上去後 船洞是要磨合的 他們是建議磨合500公里後 稍微拆下來 檢查一下 看一看 然後粉塵清一清 往後再裝上去 就可以發揮它真正的效果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稍微裝一下 我們也會和 胖胎重機去小跑一下霧台 順便也測試一下 然後在測試的過程中 我也會和大家分享 磨合前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那磨合後 我們輕輕再裝上去 感覺又是如何 當然啦 我們也會去測0到400給大家看 只是這個0到400 是磨合後 我們再測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就把船洞裝上去 然後我們稍微講一下 HKMOTO的 船洞設定 目前HKMOTO 它的設定給我感覺還不錯 跑山路還蠻有力的 我認為應該是磨合 還沒有磨合完 那等磨合完後 我們會適當的再去調整 剛剛整條路 我們這樣子測試下來 HKMOTO完全沒有熱摔 一般來講跑這樣子的話 應該都會熱摔了 2 weeks later 我已經離開了北宜 來到了熟悉的地方 各位知道是哪裡嗎 Yeah 羅哥的店 沒錯 我來到羅哥的店這裡 那為什麼會來這邊呢 是因為 等一下如果有體力 我會想要跟羅哥借工具 我剛剛跑山 這樣子一路跑下來 包含前兩天這樣跑下來 我中間有講 離合器的粉塵 有點太多了 精順貼皮 就是很容易產生粉塵 天氣太熱了 各位可以看看 這太陽多大 就先這樣子囉 A few moment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一下子就好了 我們清潔完了 好啊 那明天我們要下台中 這樣子一路跑 絕對沒有問題的 Run Meet later 好 我們從環島回來了 然後現在來和大家分享 HKMOTO 我使用起來的一些心得 我們這一次環島是從高雄出發 逆時針 然後跑南迴到台東 花蓮宜蘭切北宜到桃園 台中彰化嘉義 然後台南高雄 就這樣子繞一圈 基本上我們總共跑了957公里 然後我跑到桃園的時候是660公里 各位都知道我有發文 就是要做清潔 而清潔的原因 大家都可以看前半段的影片 我有稍微說明 就是發生了抖動 HKMOTO的熱摔 抖動跟坊間的床洞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坊間的床洞 一旦熱摔發生的時候 你起步是直接這樣子抖抖抖抖抖抖這樣抖出去 HKMOTO很特別 它是出去抖動一下再出去 而且那個抖動非常的微小 它會跟坊間有這麼大的差異 其實它是靠它的結構設計 也就是自旋結構 它透過這個自旋結構 它可以讓這個抖動 可以減少很多 二來是縱使發生熱衰了 它還可以保有一定的特性 像這次我們環島的時候是跑山路 發生熱衰的時候 我出彎在補油門 還是很有感覺的 大家都知道我跑環島是大暑的天氣 東部的溫度至少都38度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一定都會熱衰 很成定都會有 但是它還可以保有一定的特性 一定的加速 包含我們出彎補油門 那種拉速都還是可以很快的 那這次我們環島回來 同樣的 我們也是有把它拿去做0到400的測試 那這次0到400的測試 我們是跟阿曼修2.0版本的傳動 去做個比較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測試0到400 也不是只有拉一次 也不是拉兩次 總共是拉10次 爽一點的話 我們有時候還會拉20次 那這次我們換另外一種方式好了 以前我們是拉這麼多次 只挑最好的一次 這次我們換另外一種方式 阿曼修2.0的傳動拉10次 HKMOTO的傳動拉10次 同樣的也分享最好的一次之外 也告訴大家平均是落在哪裡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先看到 我們阿曼修2.0傳動的版本 我們拉了10次 你可以發現到 我有出現 0到400秒數有出現在 20.59 20.6 20.5 20.5 然後20.36 等等之類的 我這邊都放出來 10次 那速度都是落在96到97 這10次我們測試下來 最好的一次是落在20.36 末速是在97.96 但是我們把10次全部平均起來的話 平均大概都是落在20.48 那速度的話都是落在97.3 這是我們阿曼修2.0的傳動 OK 那接下來是HKMOTO的傳動 同樣的我們也是做了10次 那這10次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速度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0到400秒數大概都是落在19.42 19.37 19.41 19.37 19.34 47 48 我這邊一樣 都放我們測10次的數據 那最好的一次是落在19.34 末速來到了是101.23 同樣的我們去把這10次去做平均 你可以發現到它的秒數是來到19.44 那速度的話都是有100 兩者之間的差異 告訴大家差在哪裡 第一個 秒數就差了1.04秒 那速度就差了2.7 所以各位覺得這個傳動如何 我相信數據都會說出來了 那如果用我的體感來講的話 熱摔遲早都會有的 可是HKMOTO還蠻特別的 它一旦發生熱摔 但是它還可以保有一定的加速度 分享這個傳動給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傳動我真的看得非常久 我朱朱看了兩年 我研究他們的傳動也研究了兩年 那也很感謝HKMOTO老闆 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更了解他們家的傳動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如果你們想要看更詳細的分享的話 大家都可以期待我的環島影片 我的環島影片都有紀錄HKMOTO 它所帶給我的感受是如何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另外在這邊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HKMOTO最近也有做活動 它的優惠時間是從7月15號 現在就已經開始了喔 到9月30號 那它的活動內容有 只要你把你車上的改裝普利盤 換購HKMOTO 即可享有總價值1310塊的優惠 那這個優惠裡面是有 含500塊的現金回歸 以及810塊專用的普利租一份 然後租重是讓你任選的 那如果以原廠前組換購的話 同樣也有加證專用普利租一份 但是沒有現金回饋 詳細的一些活動內容 我都會放在這裡 不清楚的地方 你們也可以到他們的粉絲頁 私訊他們 那這個是他們最近所舉辦的活動 那希望這支影片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這個品牌的特性 各位都知道 我看傳動是看細節的 我不看任何品牌 我只是看它細節的設計是怎麼樣 那只要是符合我的理念 跟符合我自己所想要的 我測試起來 用起來 還不錯 我就是會分享給大家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的個性 好跟壞 我都會講 那如果你真的要講HKMOTO的缺點 必須要講一句實在話 它的缺點就是 不適合DIY的人 真的不適合DIY的人 你如果沒有足夠的傳動知識觀念 你要自己DIY 會有一定的困難 它的注重配置 跟大彈簧的挑選 可以非常的細膩 這點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也很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大家除了可以期待黃島影片之外 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會和大家分享 HKMOTO跟阿曼修2.0 拉瑪利基的狀況是怎樣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黃島的一些影片 再給我一點時間 還蠻多好玩的 帶大家去看看其他的風景 還蠻特別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用有哪些產品 裡面我都會分享給大家 OK 感謝你們收看喔 掰掰